月球总是以一面对着地球 月球的正面和背面竟有这么大的不同 这是为什么呢 专家告诉我们 这是因为月球被地球朝夕锁定了 那什么是朝夕锁定 朝夕锁定又是怎样形成的呢 据介绍 由于重力梯度使天体总是以同一面 面向另一个天体的现象 就叫做朝夕锁定 一般来说 朝夕锁定是两个天体之间的 引力作用造成的 大多发生在大质量天体 对小质量天体之上 月球和地球之间的朝夕锁定 就是经过长时间的相互作用 达成的结果 历史上并不是这样的 并不是说月球始终只有一面朝向地球 地球和月球就是在形成之初 地球对月球的吸引力 就离距离地球近的这一面 引力比较大 而这一面背面引力比较小 那么就会导致它会有一个形变 在旋转过程中 月球其实并不是一个正圆 它被拉长了 那么这个旋转过程中 就不是不会很稳定 由于月球正脸和后脑勺 受到的引力是不一样的 导致每天都像是有人在拉扯月球 使得月球自转速度减慢 经过上亿年的拉扯 最终月球自转一圈的时间 和它绕地球公转一圈的时间相同 达到一种稳定状态 月球就被地球朝夕锁定了 也就导致月球始终以一个半球 朝向地球 所以我们就只能看到月球的一面了 就像我们去用一个袋子 装一个苹果 那可能它一开始你在转它的时候 那个苹果它自己会转 但是你转的时间长了 那这个袋子的苹果 它就会保持一个非常稳定的状态 只有一个角度 就是最平稳的角度会朝向你 那么你看到的就是那个苹果的 一个面的这样子的形象 据介绍 潮汐锁定之后 这种现象将会持续存在 直到有外力干扰 导致这种平衡被打破 另外 由于力的作用是相互的 因此月球也会对地球产生影响 月球引力会引起地球上 每天两次涨潮 两次退潮 我们称之为潮汐 而且在太阳系中 潮汐锁定的现象并不少见 比如说火星和它的两颗卫星 都是存在这样潮汐锁定的现象 然后木星的话呢 也有大概七八颗的卫星 会围绕着木星 存在这样潮汐锁定的现象 一般来说 可能距离这个主星比较近的卫星 会比较容易被潮汐锁定 我们下期见